西洋大人每天高跟你好天气 各位天气风险的朋友们大家早安 昨天在台湾西半部地区中午过后 还是有热对流发生的状况 整体的降雨减少了很多 但是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是比较大的雨势 整个降雨的范围还有雨量 其实都缩小了蛮多的 温度方面的话还是相当的炎热 尤其是在花冬纵谷一带 整个高温又来到了37到38度以上 其他地方也普遍有34到36度的高温 整个剩下的天气还是持续着 今天白天的这段期间看起来 还是这种有夏季午后雷雨的天气形态 上午大部分地方都是多云到晴 中午过后山区容易有热对流发展 带来雷雨 中部跟南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雷雨发生的机会 所以说中午过后外出的话还是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的情况 温度还是很高 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有34到36度 北部东半部还有高屏局部地区会有36度以上高温出现的可能性 最终的地方应该还是在这个花东重谷里面 还是会有37到38度以上这种极端高温出现的可能 所以防晒跟防中暑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今天晚上开始随着强烈台风轩兰诺 因为这种下坠球的路径逐渐趋向台湾以东 预期台风外围的偏北风它的范围就会接近 天气的形态也会开始有些变化 目前宣兰诺台风是在琉球纳霸以东 过去一段时间还是以非常快的速度向西到西南西的方向移动 它的结构非常的完整 台风眼清晰可见 强度是今年到目前为止 11个台风里面最强的一个 预估从今天的下半天开始 因为跟另外一个热带性D7S距离会越来越接近 两者之间会开始一个互相整合的过程 宣兰诺台风的移动方向也会越来越偏向西南 以下坠球路径的角度往台湾以东的海面掉下来 明天的晚上一直到后天的上午这段期间 可能就会从琉球纳霸以东一路掉到台东以东 整个预报的路径看起来 下坠的距离可能长达400到500公里 这样的路径可以说是相当少见的 也因为这样子的下坠球路径的变化 所以说从礼拜五的晚上开始 一直到礼拜六的这段期间 当台风在重新北上的时候 它北上路径的角度可以说就相当的重要了 如果说角度比较小一点 台风的暴风圈就有可能会略过台湾的东部 东北部近海这一带 所以说这样的话势必就有可能要在礼拜五的时候 发布这个海上的台风警报 预估礼拜六的晚上到礼拜天的清晨 大概会是这个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 一直要等到礼拜天的下半天 台风北上进入东海之后 才算是逐渐在远离台湾的一个过程 不过不论这个薛兰诺台风最后怎么走 它外围的偏北风 从今天晚上开始就会对北台湾有些影响了 下雨就会开始出现了 从明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四的这段期间 在北部东北部这些地方 下雨的机会其实都很高 而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的可能性 山区也会有比较大的累积雨量 随着台风北上 礼拜五到礼拜六这段期间 下雨的范围有可能会再扩展到中部地区 那甚至台风如果再更靠近一点的话 连南部地区也会受到影响 那同时各地沿海的这个风势 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增强 预期会有比较强震风出现的这种机会 所以说接下来这几天 台湾各地天气的这个好坏程度 可以说跟这个轩兰诺台风 未来的路径变化是有绝对的关系 要请大家随时要注意 这个最新的台风动态资讯 那假期活动按照安排的时候 可能也要适时的调整 那危险的区域的话 还是暂时不要前往会比较安全 好以上气象是由天气风险 无限于提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